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烈的木桶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有事情即将要发生了 关平兄弟为了要让关儿提高挤马的技巧 准备了一场挤马竞赛 关平提起关系 不可以像平常一样 只管自己到处乱跑 要留意落单的小妹哦 关儿嘟起小嘴说 我才不需要你们让我呢 我凭自己的本事就有办法赢你了 关儿在马的屁股上狠狠抽了一边 马儿快速向前跑 关平和关心在后头一直说 等等我 一只手机下的牛拼命的往前跑 又吓到关心起来的马 在路旁玩耍的毛毛 没有想到自己正面的牛马夹击的危险处境 前提通空的马儿落地池 刚好就踏在毛毛的胸口上 毛毛经过这一摔一踏 小生命发出了一声哀嚎后 无声无息的消逝了 毛毛的奶奶亲眼目睹这一切 来不及跑出来救孙子 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关平以大哥的身份 命令关心还有关儿 到后山营区躲个几天 他一个人处理就好了 可是 他要怎么处理呢 这可是一条人命的重罪啊 关平已经想好理由 要怎么向爹娘交代 关心和关儿的心中 只是他能骗过爹和娘 关平要怎么交代呢 关羽和胡金鼎 都有怀疑的眼神看着关羽 两个人都在等着关羽的答案 三分钟聊关羽 我们下次再见